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常说多一个语言多一个世界 英文中文都一样 你汇了这个语言,里面这个世界就是能够带你去探索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英文的世界我还蛮熟的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很多内容 有很多厉害的人,有新闻媒体 把它平行转移到我们中文的世界里来 所以我们很多吸取的资讯 其实的确都是西方的资讯了,很棒 可是够不够,细不细腻 够不够到它的detail,我认为是有时候不太够的 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很多很多的资讯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人有这个心,或者有这个时间 或者有这个平台把它呈现在我们中文的世界里给大家看 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一些有趣的资讯的时候 至少现在我有一个平台,有大概一两百个人来看我的 每天会看我的节目 那至少我就可以把我所看到的一些英文的世界介绍给你知道 那我很希望讲的一些是不是在媒体上看到的东西 不过我也知道大家都会去追一些比较主流的东西 所以我也会做很多比较popular的新闻 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些比较没有在 就是没有在我们雷达上的东西 我还是忍不住要介绍一下下 所以这个人是Joe Rogan 那他身份很多,他有做podcast 他的podcast应该是美国最受欢迎的podcast 那每一集都有大概可能两三百万人以上 要是比较famous的来宾可能是在上去的这种数字的一个观看 或者是聆听数 那然后他也同时是UFC的commentator 然后他也是喜剧演员,反正他的角色非常多 那在这一集的podcast里面 其实他的podcast真的是我的西方 对西方社会的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来源 非常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是很主要的 那他在这一集里面请到两个来宾 他们就对Amazon的一些不太人道对待员工的处理方式 有很深刻的了解 所以上来分享 那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去 去reflect 会反思到说 因为我们会骂说富士康有人跳楼啊 什么干嘛这些的 那很多人就可能会说 啊美国企业就不会这样什么什么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人对美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切实际的一些理解 错误的理解 那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由 我现在自己有的一个channel的平台 来让大家知道美国不是什么好东西 OK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说我教的是英文 可是我教英文的目的最终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学好 然后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尊重 因为语言学到一个好到一个程度 加上你的专业能力 你才能真的进入他们的这个 进入他们的游戏里面 OK成为一个主要的角色 然后久而久之说明你们就可以把英文这个语言取代掉 OK 就是好像在defeat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purpose but那是我希望可以达到的目的 好这扯远了 所以回来这里我们来看他们探讨 amazon这个公司怎么去苦读他自己的 不管是warehouse的员工也好 或者是他送货的员工 好我们来听下去 那很遗憾的是这个没有字幕 因为他的talk都非常的长 有两三个小时或甚至更久 那就没有人去帮他上字幕 所以我们就听 然后我希望能够一句一句的解释 事实上他的长度也的确没有超过两三分钟啦 OK so let's go OK他有另外一个这个anekdote amazon的anekdote OK那是他的那个sagar 他的另外一个伙伴叫sagar he was referencing 他正在他把来引用的一个这个anekdote 所以anekdote这个词先学一下 就是这个你本身的一个故事 OK anekdote yeah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anekdote要分享一下 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故事 自己的personal take so they've started you know how wayfair and other companies they'll do like delivery and they'll assemble your shit for you right 所以有些公司 他有提到另外一家公司 他们做的一个服务就是 they will deliver and assemble 你的东西 所以deliver是运送 assemble是组装 像家具之类的话 他们会送然后会组装 so amazon is trying to compete with them so amazon要compete with them 跟他们竞争 所以就是正常的driver 没有给他们任何的training 没有额外的训练 对于这个家具上 所以这并不是他们的specialty 并不是他们的专业 ok 没有training 不是专业 然后呢 and they're just like now do this also 所以现在ok 所以amazon就 你现在也要再多做这件事情 就是除了送货之外 你要组装 now do this also and they give them these specific time limits they give them this specific time limit 所以给他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时间限制 ok specific time limit for how long it's supposed to take them for for什么东西呢 how long it is supposed to take them 所以他他要他应该会花多久 然后他就限定一个组装的时间给他 所以送货 然后还要加一个组装时间的一个实现给他 那他们会去计算说他应该要花多久 to assemble these various pieces of furniture now you're maybe good at this stuff I'm definitely not that good at that stuff 可能你对这个很厉害 你会组装 但是我可能不会 但总之 I don't think Sagar's pretty terrible Sagar也应该很烂 就他的伙伴你刚听到他的声音 anyway here's the allotment here's the allotment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allot 不是很多齁 就是allot 就是安排 OK 他跟assign是有那么一点像的 所以他的时间怎么去allot他 好 所以怎么去安排他 Amazon allotted 11 minutes and 15 seconds 所以Amazon allotted 他把allotted这个动词用过去式 然后他说的是11 minutes and 我刚刚没听错15 seconds OK 所以11分钟又15秒还有50秒 我刚没听很清楚 那没关系 for two drivers to transport a 59 part ottoman for two drivers to transport transport就运送 a 59 part ottoman 所以然后去transport一个59个部分的 所以他有59件零件的一个ottoman 那其实ottoman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那个厄图曼帝国 的确以前是 但是ottoman是一种家具的名字 我这边有找 你现在马上看一下 就是其实他的功能是多半下是拿来垫脚的 那下面可能可以放置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没有椅背的一个椅子 那他的功能是垫脚的 所以所以 yeah ok 所以那我们来 因为后来他们也都不太确定 到底什么是ottoman 所以他们后来要讨论一下下 那我们现在已经先知道了 好所以一个59 part ottoman 然后呢 to a customer's room of choice to a customer's room of choice 所以送到一个customers的房间 而且还补充一个of choice是什么呢 就是客人可以选你要放哪一间房间里 so you can so they can ask you to to deliver and assemble the piece the furniture in a room of their choice ok 然后再来 unpack and assemble it 对unpack 然后把它组装起来assemble it according on one schedule and this is like typical of the type of timing and it's not like 所以这个是typical of the type of timing 所以它这个时间就11分钟左右是很典型的 所以这不是单纸这一件 所以很多都是这样子 like there's no consequence if you don't meet that timeline if you don't meet that timeline routinely you're fired 所以的确有consequence if you don't meet the time limit 所以consequence就后果 所以要是你没有办法11分钟搞定它之类的话 会有consequence you're fired 你就会被吵 ho so this is the type of demands that they put on workers that are just completely unrealistic ok so this is the type of demand that they put on workers that's completely unreasonable ok unrealistic 所以这就是一种要求demand 放在员工上的demand that they put on their workers that is completely unrealistic 不切实际的 ok so an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an ottoman is is like drawers... is like drawers and stuff 他都还搞不清楚 我什么是 ottoman 是怎样抽屜嗎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看我刚说他们也搞不知道什么是 ottoman 然後他们后来补充 it's the thing that you put your feet on oh yeah, it's the thing that you put your feet on 所以你看描述非常的浅白 所以就是放脚的东西 ok ok 59 piece 59 does sound really crazy it seems like very 59 piece sounds you know crazy 59 cords 所以呢59个零件 可是Joe Rogan會有另外一個角度去切入他 你像59個零件你初聽下來會覺得很扯 可是 你要怎麼組裝? How do you put it together? 他覺得很困難 OK 所以他們把他drop off之後 把他拆箱 然後把他put it together 所以要付額外一點點的錢 這也是他們賺錢的方式 就把腿裝上去嗎? put the legs on it? 59 pieces 那裡有照片 我還不確定 Jamie 如果有照片之類的 C9 pieces, how many of them are screws? 你看另外一個重點了 59 pieces How many of them are screws? 如果其實是screws的話 你可能會想說那好像還好一點 因為螺絲就拴上去就好了 所以screws這個字就是那個螺絲 所以說不定很多件是螺絲 所以事實上大件的部分 你只是要拆很多螺絲把它拆在一起 所以這應該是比較好看 可是59 但是11分鐘還是太扯了 I have no idea 你知道嗎?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們懂我在說什麼嗎? 你這問題問得很不錯 所以說不定59 我們可能會不會說得太過頭了一點點 但是11分鐘還是蠻麻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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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是一個很 common ground 那是一個我們都可以認識的 那是蠻麻煩的 他們還有一些其他例子 11分鐘 11分鐘 帶它進去一個家 是蠻麻煩的 7分鐘 為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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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一點觀看 200多磅大概就是100多公斤 應該是 因為我記得 我沒記錯200磅大概是90公斤 所以100公斤的東西 所以兩個 driver 100公斤 大概兩個人搬100公斤 是沒什麼問題 我想應該是 但是 7分鐘 OK Dining table 這是另一個例子 44分鐘 3分鐘 44秒 3分鐘 3分鐘 44秒 為駕駛人 要搬運 所以他們要搬這個桌子 那裡有一個床墊 Mattress 講到床墊了 所以3分鐘 44秒 要搬運一個床墊 Mattress Bring it to the customer's room of choice Unpack it and install it Mattress that weighs 104 pounds 所以另外這個就是 104 pounds 所以大概是 50公斤上下 40多公斤上下的一個Mattress 然後只有3分多鐘 可以來去deliver它 How many minutes you get for that? 3分鐘 That's crazy 很瘋狂 你如果講Mattress 可能的確是放到家裡面 就沒事 可是你要想 有的是 有的人家裡很大 或怎麼辦之類的 或房間可能在3樓 或之類的怎麼辦 Yeah How about what if it's a big house? What if they have stairs? Right? 如果有house有stairs 那怎麼辦呢? 對啊 Then you're fired Then you're fired They're shitting in a bag So that you can make it to the next one I mean seriously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They're shitting in a bag 這是前面我沒有引用到節目的部分 他們會說Amazon的driver 會需要在自己帶一個袋袋 然後在裡面上大號 因為沒有時間去廁所 所以想要上大號 只好拉在袋袋裡面 你如果說男生 尿尿尿尿在寶特瓶裡 我大家都還可以理解 不過還是夠噁心 還是很不人道 可是連大便 都要自己搭在一個袋袋裡面 我讓你再聽一下剛剛他講的那句 That's why they're shitting in a bag OK You're fired Then you're shitting in a bag So that you can make it to the next one I mean seriously Right? So you're shitting in a bag So you can make it to the next one 所以你下一個才不會遲到 因為你前面一個delay到了 所以你現在大便知道 它在袋子裡 Gosh That's the thing that Amazon What I wanted you to get into Is the fact that they get timed Like say if they have someone order something Right You have to get It's like someone orders a bicycle pump You have to get to that bicycle pump And put it in a box That's right 所以他剛剛講這麼長一段大概就是 Amazon的warehouse還很大 所以如果有人點一個什麼東西的話 你需要走到那個地方去拿到那個 他的例子是bicycle pump 就是那個腳踏車的打氣筒 所以連這個的時間都 有沒有被算進去不知道 他們會track他的這些行為 Movements All of that is tracked And if you don't make it It's not like a human being even bothers to tell you you're fired OK 所以 If you don't make it 要是你辦不到這些tasks的話 It's not even a human being that bothers to fire you 所以 這講的是另外一個前面我 我一樣沒有那個讓同學看到的部分 就 Amazon他們 炒人的方式是用手機告訴你 所以這個app 他知道 他在track 你 然後他知道你的performance 沒有夠好的時候 手機會告訴你 你被炒了 所以這是他們 所以為什麼沒有人可以跟Amazon去競爭 因為沒有人能夠拼得過他這樣的Efficiency 他真的是Streamline 他的human resource 極簡化他的人力 連炒人都不需要一個HR來告訴你 跟你坐下來 然後跟你說對不起你的表現不夠好 所以你可能還有再一個月 沒有 你的表現不夠好 累積起來 這個 就 the cumulative lack of performance 然後手機就會直接送一個訊息跟你說 You're fired Jesus OK You just get a notification on your fucking tracker Right So what is the solution 你給了一個 你得到通知 Notification on your tracker You're fired Lucian to something like that It seems like when you start putting money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ve the health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that work for you It's a great question What is the solution And 所以這個Joe Rogan這個主持人好就好在這邊 他下一個問的問題是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What's the solution 當你把錢或什麼東西都 Put it above everything else Efficiency 所以就你的人的健康啊 或者你的Wellbeing 都已經是吃藥的東西 If you prioritize profit Prioritize money Of course that's not good But how do we resolve this What can be possibly the solution to this 所以這是他們後來的討論 那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放給同學看了 因為他的這個整個方攤 兩個多小時長 所以 但我有一點要想 就是我們把剛剛的那個短短那一段 來再放給同學聽一次 我很鼓勵你 自己把它聽完 但是我知道 對很多同學來說 這個是很挑戰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talk 其實他的難度是有的 他的這個podcast 真的不是給 學英文的人在聽的 可是我還是希望大家有一天 能夠有這個能力去聽得懂它 好所以我把它再迴捲一點點 我們從他剛剛開始說的地方 再放給同學聽一次好了 這次我就不中斷 ok you know how wayfair and other companies they'll do like um delivery and they'll assemble your shit for you your furniture or whatever okay so amazon's trying to compete with them and they're just taking the normal drivers they're not giving them any training and furniture assembly like this isn't their specialty or whatever and they're just like now do this also and they give them these specific time limits for how long it's supposed to take them to assemble these various pieces of furniture now you're maybe good at this stuff i'm definitely not that good at that stuff um i don't think saugers were terrible so anyway here's the allotments amazon allotted 11 minutes and 15 seconds for two drivers to transport a 59 part ottoman to a customer's room of choice unpack and assemble it according to one schedule and this is like typical of the type of timing and it's not like there's no consequence if you don't meet that timeline if you don't meet that timeline routinely you're fired so this is the type of demands that they put on workers that are just completely unrealistic so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an ottoman is it's like drawers it's like i think it's the thing that you put your feet on oh okay yeah 59 part ottoman does sound really crazy it seems like a very elaborate ottoman but to put it together in 11 minutes and unpack it and deliver and all that is crazy but what is um how do you put it together i'm a little confused i think the guys what they do is they drop it off and then they unbox it and put it all together for you like you can pay like sixty dollars extra i've done this before so just put the legs on it it's obviously just put the legs on there was a photo in that one i'm not sure jamie but when you say 59 pieces how many of them are screws i have no idea you know i'm saying 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 but still 11 minutes is ridiculous crazy right that's ridiculous get out of the car 11 minutes where do you want it here's another one house is ridiculous seven minutes to deliver and assemble a 234 pound dining table is another example 44 seconds three minutes and 44 seconds for drivers to transport so they have to bring this mattress there bring it to the customer's room of choice unpack it and install it mattress that weighs 104 pounds how many minutes you get for three minutes that's crazy crazy yeah how about what if it's a big house yeah if they have stairs then you're fucked then you're fired then you're shitting in a bag so that you can make it to the next one i mean seriously that's what it is that amazon what i wanted you to get into is the fact that they get timed like say if they have someone order something right you have to they have to get it's like someone orders a bicycle pump you have to get to that bicycle pump and put it in a box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and they track all of your movements yeah all of that is tracked and and if you don't make it it's not like a human being even bothers to tell you you're fired you just get a notification on your fucking tracker right so what is the the solution to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right there you go ok so对不起我在過去的这几分钟完全只是给大家看别人的影片而已 但我希望我们前面有讲解过所以后面这一段对你来说应该就是一个 听力上的练习了ok因为其实上刚刚的内容你都已经听我讲解过了所以比较好吸收下去 所以希望同学知道三个人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中间会有一些思绪上的改变啊 那我提一个想法你觉得怎么样啊然后你可能同意你可能不同意然后会有一些这种back and forth的东西 这都是英文程度要到一个程度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那总之我希望大家eventually都能够做得到 所以这样的听力宴席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